這個範圍主要是可以將Excel檔一個資料夾 這個資料夾裡面的所有Excel檔 可以批次的轉換成PDF 那我們設計一個介面 很簡單一個介面選取來源 把桌面上的來源選起來 另外轉出到PDF檔 直接按一下這個XLSX的這個檔 直接轉換成PDF 那轉換之後它自動會幫我們把這些大量的檔 自動的一個一個幫我們把它轉存 其實非常簡單 那程式部分的話 主要有幾個幾個重點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那轉換的過程當中 可能會有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說最後會有一個 這個副檔名 他會把這個副檔名也跟著過來 但這個地方的話額外等一下再來 如果要把這個去掉的話 當然要在檔名輸出的時候做一點點處理 那怎麼處理等一下再來看 那首先的話呢 這個取得來源這個按鈕 背後它實際上做的動作就是來看一下 編輯一下 裡面程式碼其實非常的簡短 就是只有兩行 兩行程式 這兩行程式實際上就利用 Application這個物件裡面有一個叫 File Dialog的屬性 那後面加一個show的方法 就是可以取得我們現在要的一個filter 讓使用者去選取 那實際上你只要把這個Application點 點下去之後 實際上打一個File Dialog 它實際上就會自動出現那個File Dialog 這個屬性出現 後面的話刮符自動會出現 那你要選的是一個File還是一個File 那我們用這個File 這個File 然後後面刮符就點show 就把它show出來 那將來就會有一個對話方塊 好那選完之後的話 再把這個目錄選到這個目錄最後記得要加一個斜線 因為這個根目錄斜線 如果沒有加的話 那將來呢 我們就會掃這個根目錄的符號了 所以這個地方要記得要把它加上去 那傳到哪裡呢 傳到B2的儲存格 所以這個地方按下選取之後 它會跳出一個對話方塊 那我們選擇這個目錄之後 按下確定 它會自動幫我們把這個結果呢 自動帶到 按確定之後自動會帶到這個目錄這邊 裡面來 那底下那個結果的部分也是一樣 按確定就帶過來 那這個也是一樣 所以程式可以把它copy貼過來 那差別只是差別在這個B3 那再來看一下如果P次轉換 那P次轉換 我們如果有B2 也有B3 裡面有目錄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把B2丟給一個變數 就是一個XPACE FROM 跟一個XPACE TO B3 這兩個目錄丟過來 所以有這個目錄 那當然將來程式在執行之前 要確定一下 這個裡面有沒有東西 如果沒有的話 那可能會產生錯誤 那再來的話用DIR這個函數 這DIR函數去找 XFROM這裡面有沒有 Excel的一個檔案 如果有的話幫我找到第一個 那存到這個XFile的一個變數 所以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去DoFile回圈 去判斷說當這個檔案不等於空白 就是有找到的意思 不等於沒有 那就等於有找到的意思 那用這個Workbook open的方法去開啟這個XPACE 然後後面有一個斜線 斜線就加這個檔案 就把這個路徑去找到 也就是說這個目錄裡面的哪一個檔呢 如果假設是第一個檔的話 我們假設這個目錄裡面 這個這個檔 它就幫我怎麼樣 把它開起來 那開起來的時候的話 再來就是開起來之後 那我這邊有一個叫 這個用Workbook裡面的一個方法 叫Excel as Fixed Format 那裡面的話可以輸出成PDF PDF或者是其他格 當然你可以利用這個地方 可以把它複製去查詢一下 查詢一下這個方法 裡面有哪一些 比如說它還可以存成那個XPS 這個檔案格子比較少用 比較常用是這一個 那其他的話還有比較重要 就是哪一個路徑 那其實剛剛談到的那個 有關副檔名部分 其實會有問題在這個地方 那其實如果要處理的話 也是在這個地方可以做處理啦 那這個部分的話 額外我們後面再來講 那另外的話呢 把那個Displayselearn 那會跳出一個 要不要 另存的一個畫面 那當然就把它關掉 然後最後把它 另存之後 就把這個檔案給關掉 然後再找下一個 找下一個 那application.screenupdating 就是不要一直跳出 那個檔案的畫面 所以這樣的話呢 直接執行過之後 其實非常流暢 按下去之後 那把這個地方執行 把這邊刪掉 那實際上把它按下去 它很快的就自動幫我們把 這一邊的這個檔 一個一個幫我們把它 把它做輸出 那剛剛提到就是說 最後這個副檔名 如果不想要讓它出現的話 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說在輸出的時候 那就需要什麼 切字串 那這個切字串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我不要 這個副檔名裡面的 這個後面的四個字 加一個點的話 那總共就是五個啦 所以其實你可以用laps的一個函數 再輸出過來的時候 其實可以用那個 先它總長度 比如說這個檔案 這個檔名裡面的總長度 然後再扣掉幾個 扣掉四個 就是從左邊取過來 扣掉四個 實際上就會取得 就是沒有副檔名的 就是沒有副檔名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可以 假設說要改的話 實際上非常簡單 可以直接從這邊 我直接從這邊切過來 那其實就是關鍵在這個地方 那修改的方式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直接針對這個檔 裡面的話 我把這個地方打一個laps 刮呼一下 然後副檔名的話 後面它原來有副檔名 所以逗點 那有幾個呢 總長度就是l1n 用l1n去取得它這個 原來字串的總長度 然後剪掉 剪掉幾個 剪掉五個 因為副檔名四個字加一個點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把它掛呼 如果說你不確定這個結果 是不是正確 你可以在前面設一個中斷點 然後再把它執行過 那我們再試一下 再來就是把這邊清空 再按一下 那這個時候呢 我設一個中斷點 因為我不確定說 這一個剛剛寫的東西 到底是不是正確 那我可以直接先中斷之後 然後呢 可是我不知道這個對不對 我可以把它複製一下 再利用檢視裡面 有一個叫做 即時運算視窗 那按一個問號 就是print 我要列印這個裡面的結果對不對 那因為本來的檔案名稱是問題01 所以我要把後面五個字扣掉的話 實際上呢就按一下enter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那 剛剛邏輯是沒錯啦 不過 缺 刮鬍的地方 可能刮鬍錯 這個地方應該是檔名 不是前面的路徑 所以這邊把它改一下 那修改的方法的話 直接把它搬過來好了 這個地方 把這個搬過來 應該是刮後面的 所以 這邊應該是 s pass 所以這個後面這個先把它刪掉好了 理由應該是end 然後 逗點 針對 這個檔名 所以len 然後刮鬍 s file 然後 他的長度 剪掉五個字 後刮鬍 好 那再試一試 把這個 因為這個 如果有的時候寫程式 你不確定是否正確的話 可以中斷一下 然後再把enter一下 好 問題01 也就是說沒有副檔名 那原來的那個sfile 他原來是 原來的是這樣子 好 那就利用剛剛的那個 我們寫的這個 這個方式 可以把 我們要的這個效果 把它做出來 做完之後 那這一行就可以直接執行過 然後就輸出 看一下 那確定一下這個檔案裡面的 檔名是不是我們要的結果 OK 所以這邊的話 假設我今天輸出 問題01 輸出 OK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結果就是我們要的 那也就是沒有 沒有那個副檔名輸出 就不需要說額外再去修改 他的那個檔名的部分 好 那其他的話 就讓他全部跑完 所以這邊直接執行 那中斷點也可以把它取消掉 直接執行 那這個時候的話 他就一個一個幫我們 很方便的全部都通通執行完畢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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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